裡至尋 謝謝大家今天來 特別挑風奏語的下星 然後也謝謝今天出將的 邀請我來這邊分享 因為我其實很少一個 創作者的身份說話 我想說我 既然今天用這個身份坐在這邊的話 那勢必是有些事情要傳遞的 那剛剛因為今天的時間比較充塑一點點 然後就是認識我的就知道我廢話很多 所以我今天會講的比較精簡直接一點點 可能會不清楚的地方就再請大家幫我事後提問 那我今天把題目定做叫做經驗者的準備工作 那我想要用這樣子的一個詞來註解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思考的時間的一些事情 那也就是我面臨到的某一種經驗的困境 以及我對這個困境做出的一些嘗試 那我很懶所以我沒有做PPT 但等一下會有作品可以看到 我從來沒有結束過創作 就是這句話當然是一種謊言 但在這個謊言背後讓我真正決定要說謊的是 是一種對於作品經驗的困沌 那原因可能是因為在研究所時期 我才開始接觸到當代藝術這件事情 然後因此產生一種錯覺 那這個錯覺呢就是我是一個無經驗的人 那為什麼它是一種錯覺呢 首先當然我們難以想像一個真正的 完全的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所以這種感覺都怪是錯的 然而為什麼它必然是一種錯覺 因為錯覺是一種蠻橫強大到可以壓垮現實 建立了一種一切感受 發自自身的種種困沌 而比現實感覺上還有更真實的一種經驗 那我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個錯覺 就是當我的身份從以往的可能觀眾 然後未到可能包含對作品的評論 或者是放作者的時候 或特別是創作者的時候 我開始不確定我想要提取出來 然後把它結構成可以運作在我 運作在作品觀者等等 這三者之間的某種經驗 它可能來自於我 然後作為某種養分或者材料 那這件事情該怎麼做 那我想這樣子的 對於經驗的調度 它不是可以一句話的用某種個人的美學選擇 一句話就是輕鬆帶過去的 那當這樣子的經驗問題 發生在我想要處理的那一些 普遍而廣泛的類型經驗 或者說是經驗事件 例如說像是觀看一個錄像作品的經驗 或者是閱讀一本書的經驗 或者是在網路上被無數的廣告投放的經驗 等等之類的會造成我沒辦法去確認 我再談的對象到底是什麼 彷彿就是語言它分解的這一些 一直存在於日常 然後透過它們疊加出我們 各自疏力的形態的這些東西 我們所能真正坦論的東西 永遠都不會是那些經驗 那經驗對我而言就是一直處在這樣子一個非常 卡夫卡式的一個混淨裡面 那這個問題或許就跟所謂經驗自身跟語言結構的問題是同件事情 但就是這邊就先不多講這件事情 要不然講不完 那除了剛剛講的那個東西之外 還有一個事件就是如果大家有在關注的話就會注意到說 我今年其實出現了好幾個不管是在使用者的方便程度上 或者是生產結果的層面都讓人非常驚豔的AI上升程軟體 就是像可能Ming Journey或是那個Dell 2之類的那些東西 那因為剛好我在很早期的時候就加入了他們的BetaTest的成員之一 然後在我們這個使用者的社會上面就開始出現了幾種討論 那一種是關於用 大家有用過嗎 那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你對著它然後用 通常用英文比較好 那你用不同語言或不同效果 你就是去描述一個畫面或描述一些風格之類的 它就會生產出讓你非常驚嘆的東西 那這時候就出現了一種討論 一種是關於AI作為藝術的倫理問題 那也就是關乎這個東西的藝術性以及它的作者 這件事情的問題嘛 那另外一種是面對在這麼好用的工具 然後來自於一般的視覺創作者 不管你是設計師、插畫家 或者是各種的視覺工作者 他們產生一種巨大的焦慮 那我想說這種焦慮它其實 往往是伴隨著新技術的誕生發生的嘛 就是像19世紀的那些畫家 他們怎麼樣焦慮於攝影術 然後我們就是會 怎麼樣因為AI感覺到胃痛 那這種焦慮它是來自於 創作者的專業技能 看似好像受到一種更為無稽的 更為不去要求你身體層面的技術的 一種機械技術取代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關乎於職業生存 而不是關乎於技術的焦慮 那但在這種焦慮過後 我看到更多的是一種使用者 傳達出來的滿足感 那我想這就是意味著某一種 我們對於視覺移術也好 或者是單純對於視覺刺激也好 某一種欲求的偏移 那就像培根她說過說 她當人們就是想要為自己畫像的時候 多數會直接去找學院出身的畫家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 只想要滿足於得到一張像彩色相片一樣 真實的東西 他們並不在意畫裡面能不能抓住一個 所謂真正的自己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姑且不去討論什麼是 真正的自己這件事情 那在藝術裡面 那這個追求真實的意圖是一直存在的 那往往就會在某一種形式上的飽和 例如說也是因為某一種 對所謂古典的寫實不滿足之後 然後也出現了一些印象派或印象派那種 對於可以感覺真實的捕捉這種東西 那 然後就是在今天這裡 這些形式飽和之後 擊破出的另外一種新形式誕生的這個 藝術創作或風格演進 種種種種種之類的進程 好像它已經不再有效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已經脫離了 創作者的技術專業的工具使用上面 那輕移的不只是使用者 創作者的身份 同時還包含觀眾的輕移 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分辨那些東西 是否是出自於一個 就是真實的人所拍攝的照片 或者是繪畫 那這種觀眾的感覺輕移 對於 就如同剛剛佩格說的 對於畫像中的那個真正的自己 完全不在乎 他開始欲求一張 像猶如彩色照片的仿真的畫像 也就是說 他對於 他想要經驗的對象的欲求 已經偏移了 那 從剛剛對AI的討論來說 也就是 對視覺藝術的欲求 轉為對於生產的便利性 還有精準性的欲求 甚至於 對於一個更方便的工具的欲求 也因此 就是 畫家的表現必須更加激烈 尤其是在電影技術 以及其他紀錄形式 更加完美的時候 像培根說的這一個現象 在我們現狼帶來說 絕對是更深底部的 然而 就是 像他提出的這一種 透過形式的強化變形 來藉由某一種銳利的感官刺激 來 挑釁觀眾 這種方法 在此刻無疑是失效 或者是正在失效的 因為 這樣子的做法帶來的 會是一種 在觀者而言就會是一種 奇觀或者是景觀 然後 對 一樣這邊也是不能多講了 好 再 小小總結一下 我剛剛提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 對於經驗的難以談論或者是剖析 一個是經驗的發生的場所已經失去了有效的刺激 在既有的狀況下 那這兩種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了一種 我所謂的經驗的僵化的現象 也就是當經驗事件 一個事件出現的時候 就會出現某一種 大家很習慣的可能 專屬於這個狀況下 我們很快就可以進入的一種 對於經驗的經驗形式 那 例如說我們可以很常可以想到一個很簡單的 基本的 錄像作品的 在美術館裡面出現的一個現場 就是可能會有一間被黑色屋幕遮起來的小房間 然後裡面有幾個 一個或好幾個發光的螢幕 還有一些藍木頭 然後大家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再帶著各自的經驗出來 然而我對於這裡提到的 帶著各自的經驗出來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一點懷疑的 至少 就算不再 不討論 所謂白盒子空間 這種分門服務的展場空間 對於觀眾的影響上 那我們對於影像內容 習慣性的所求 就是對於某一種 錄像作品的一種背叛 那這個所求的 值得是說 就是剛剛講的內容這件事情 我們總是會 習慣性的去想要搞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會透過 自發性的敘事啊 或者是透過一些限索 例如說說明牌 或者是些什麼東西的 總之而言之 我們最容易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想知道他在幹嘛 嗯 所以說 好 好 就是 呃 這種 形式上面 它自己 結構起來的意義 反而是因為這種視線 被 隱藏起來的 也就是說 一個東西它為什麼今天是 錄像作品 而不是別的東西 的這件事情 錄像作品自己的結構的意義 其實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所以我就有了 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我也不太習慣用 就是 好 就是 好 我直接放我個人網站的東西來看 呃 這個東西是 一個 一件錄像作品 它叫Oculus Oculus就是 眼球狀的 眼球的一個 對 然後 呃 我是從我很喜歡的小說 就是 巴塔爺的 眼睛的故事出發 然後透過一種 CRT 螢幕跟眼球結構上 分別是呈現影像跟 觀看到畫面 觀看到影像的 結構上一種相似的影域 試著去討論 或者說還原一種 觀看機制 那 呃 以及想要透過 這件事情來 擾動 我們對於 錄像作品的 觀看經驗 那在這個作品裡面 它充斥了非常大量 就是 獵奇 然後鮮豔啊 破碎的一個影像 特別是透過那個 斯亞鐵衣服 看起來非常的飽和 呃 至少在我這邊而言 這些影像是 沒有 敘事的意圖 至少我在製作 在組裝 他們的時候 是沒有一個敘事的意圖 它是一個 呃 就是一些 延續出現的圖像 延續出現會動的影像 但 由於我們都是 被訓練得很好的 網太極機器 所以我們自己會開始看到一些 敘事性 因而 被誘導到一個作品前面 那 此外就是 還有就是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小喇叭在這邊 對 然後此外就是還有聲音這件事情 就是 呃 同時它也播放聲音 但是它播放的 它播放的是一段 嗯 不僅 別人幫我錄一段 呃 關於 《眼睛的故事》這個小說裡面 一段我覺得很重要的話 但是我播放的時候 我同時播放它 呃 正序跟倒序的聲音 就是把它倒過來播 同時也真的播 所以說它形成的就會是一種 非常 聽不懂 然後 而且我會把聲音調得很小 所以它在那個展場就是 很矮矮的吧 然後你看到一個 欸很鮮很酷的 然後玩玩玩的東西 你就是很想靠近它 然後 因為聽不清楚 你就越來越靠近它 越來越靠近它 可是 這時候就是我對 觀眾的背叛就是來自於說 你像會時不時的發出 非常強烈的閃光 就是 像那個 如果大家知道 那個日本的3D龍事件的話 就是那種感覺 哦 呃 你想要再聽清楚的狀況下 靠近 然後聽到的卻是那種 似是而非 沒辦法擷取出所謂可理解的 內容的聲音 這件事情 那在這邊呢 我是想要透過影像的敘事性 我們自發的敘事性 去破壞我們敘事這件事情 然後 同樣的也是用語言的聲音 來破壞語言這件事情 而在這兩件事情 敘事跟內容的播出上面 我試著把觀眾去還原到一個 最基礎的觀看行為 也就是 你越看 你越痛 然後那個狀況下 你唯一能夠真正體驗到的 一直在心上聲描架聲的東西 就是你眼睛真的很痛 這件事情 好 然後 再來 呃 我的第二個作品 也就是 可能在傳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傳 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一本 就是 書 就是book 然後 呃 就是剛好呢 如果我說前一件事 算是我第一次比較正式的在展出的東西的話 那這個就是最最最最新的東西 那 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開始嘗試用一種 呃 所謂的經驗模型 作為一個方法來創作 那我簡單概述一下什麼是經驗模型 齁 經驗模型就是 以提出一個經驗事件的變形來作為一個模型 然後 試圖去讓一個經驗者透過其中似是而非的經驗 主動開始運作對兩者差異的辨識 因此來產生主動性的 積極性的經驗的鬆動 然後 並且在出發點上 他試圖朝向一種完全的物的主體前進 好 就完全聽不懂 好 舉個例子就是有一個笑話就是說 咖啡是不是一種豆漿 那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我們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的話 你發現說其實他就是在追問 什麼是豆漿 並且對豆漿提出一種結構性的 試圖把它概括起來的方法 然後 並且回頭去論證咖啡是不是 我的結論是不是 然後 但透過這個辯證 總也會發現說 我們會發現 這個東西 豆漿也好 咖啡也好 它開始展現我們 不是我們平常經驗到它的樣子 或者是一些 它蘊含的但是隱藏的直性開始出現了 對 那今天的模型大致上就是透過這個方法來運作 所以說 這本 就是 不可能 就是在討論書這件事情 那在外觀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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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本 厚度大概3.6公分的文庫本規格的瓶裝書 那我選擇在把書裡面最受到重視的結構 也就是所謂的內容這件事情 用很像切片的方式印在這個側邊頁上面 也就是我們會看到的這個 就是切開來的畫面 所以說 你現在看到的側邊印的這個東西呢 它是透過這些 武術的小亂碼一樣組成的東西 而這個側面其實還是它真正的封面喔 然後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 它要求了一種不同以往的閱讀方式 也就是讀者你只能透過去採切它 或者是去磨損它 來翻頁 並且 以這種方法來閱讀到這些 一條一條一條 排列到後面的真正的書籍的內容的部分 而在一般你可以直接打開來看到的 除了亂碼之外 那些書頁上 一本書 因為一本書它會具有的一些結構 它也開始變形 就像是 它的目錄 不是用葉樹來分 而是 變成像一把尺一樣的一些 就是在丈量這些不同葉樹之間的寬度嘛 然後 像其他的 像旭啊 葉馬 注釋這些東西 也隨著最主要的內容的學習之下 它成為了一個不斷去言說自身的 一些喃喃自語的器官 那這些可閱讀的文字喔 在它言說對象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們都是 服務那個 我們一直在追求的 書的 最首席的內容 這件事情嘛 它在這個對象的學習下 變成一個難以理解的密語 而且最終就是 作為書的經驗模型 它的 所應該出現的地方 就是書應該出現的地方 所以說 它並不是 會在展示空間出現的 而是 它會經過書店的同路販售 就是 清楚的或者有好 然後 它就是 應該要 就是支付在 眾書之間 等待的被 讀者的經驗 並且檢閱 或者是 就是被 被單純的 標記了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 我已經沒划完 就是 後面有一個是我去 這個是 去 書書店 請老闆幫我 一道一道財 我們可以 約略的看到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有辦法 很完美的 就一直寫下去 我們會看到裡面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它開始翻頁了 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一邊看這個影片 我就一邊做結論囉 就是 我想說 我可以 用這個來去 講述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 今天的題目 那 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 在一個經驗降化的當代 經驗還 具有 何種的積極可能 那 從上一件的作品 Alculus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一種 觀看精緻的反思 然後我試圖在 引誘觀眾 用習慣面對 錄像作品的方法 觀看模式 去進入作品的時候 用一種 強烈的身體刺激 去召喚身體 來 對於觀看 這個行為的 內部經驗 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到 像現在 這本書 它以一種經驗的模型 被提出 嘗試去透過作者 經驗模型 觀者之間的 所產生的 差異經驗 來生產 來使經驗可以 在被經驗之後 去朝向某一種 更遠 更廣 或者是 它界線之外的 一種 狀態前進 那 經驗模型的生產 它並不是要去 碰觸到 所謂 什麼是經驗 或者是 什麼是這個東西 某一種很形而上的 主題論的東西 或者是 也不是去辯論說 這個東西能不能被叫做 書 這件事情 而是 在意圖 往這個 不可能達到的 目的地 朝向的過程中 去鬆動 我想要 瞄準的 這一些類型經驗 並且去透過經驗 可能形式的 積極拓展 然後來去 反饋自身 反饋自身 同時反饋到了 我想處理的 這些東西 也同時反饋到了 可能 創作者的觀眾 應該也都有吧 那 在我的諸多嘗試中 我並非在 尋求一種 所謂 新的經驗型事況 或者是 試圖在 創作媒材 手法上面 去標新利益 這件事情 那我是在 試圖 用瞄準 經驗這一個 如此模糊 而廣貌的 對象的立場上 進行某一種 意圖跨越 所謂 藝術類別 或者是 創作型態類別的 一種 積極生產 進而 透過這一種 不斷的生產 不斷的被經驗 不斷的再經驗 不斷的去消滅經驗 這件事情 形成一種 經驗的運動場域 那 我就把這些 視為一種 經驗者的準備工作 如果說 經驗的困境 是一種 毅然 無法避免 那麼 我們只能透過 在這樣子的困境上面 去生產的差異性 使既有的 我們 習慣的 僵化的經驗 聳動 並且在裡面 去尋求一種 能動性 那 身為經驗者的我們 不管是 作為創作者 或者是觀眾的身份 我們才不會 因此而被 經驗束縛住 在剛剛講的這些 背景之下 意圖有所生產的我們 難道不應該先去追求 某一種 對於自己經驗的 積極的動能 因此 我會希望我的作品 在此 不應該被視為 某一種藝術的 新形式 或者是單純藝術的形式 並且立即的去 對它論述 它的 美學與會 那些東西 而應該要把它放在 已經 存在在我們生活中的 諸多 現行的經驗中 作為某一種 異議份子 那 為此 我們為了 為了避免一種 對於藝術的先入為主 的視線 所以說這個作品 它勢必要先退出所謂 藝術的場合這件事情 那 也透過這種 差異的 自我指涉 作為一種 我們重新啟動 我們在經驗之前的啟動機制 也就是某一種 在經驗的 準備工作 那 同時呢 準備工作也意味著 經驗之前 就是在經驗之前 這件事情 它是一種 反覆 越界去拓寬 力度去拓寬 經驗邊界 然後在越界 再拓寬的一種 無限下去的一個 積極的 表現力圖 那也因此 我們在欲求 對既有經驗的解放之外 我也希望就是今天能透過這個 分享 就是也希望今天透過大家 肉身在場這件事情 來開啟某一種 我們可能開始回看經驗 與創作關係的某種討論 那也希望吧 因為如果我們就是一種 依靠經驗而 反覆確認自我 或者是反覆生產的生物的話 那我也希望這樣子 能夠對於我們 所謂人 作為人的一個局限的可能性 去提供一種更積極的意義 那我就講到這 謝謝